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所以我们现在要修道 撒咪戒就是 开始你要断领六根本造恶 对六根对六层的境界 不要起分别的心 那就是世间的燃 那个燃乎呢 会让你的内心呢 整个污染 内心污染呢 你深夜口夜就污染了 我们所谓在六道路回啊 那个苦海当中茫茫染了 现在开始要回头 那现在要受这个商议界 就是开始叫做慈戒 迁断生业跟口业的恶法 然后再来呢就修你的心 你自己断额以后 再做慈敬众臣和事业 慈悲心乃利 解众臣 所以你受持商议 清净无犯的话 你就习世染恶 然后死去众生 自己能够断恶 断生死之义 然后呢 死去众生 来利益众生 来修福德之义 所以商议利益啊 就是成活的根本 第一个告诉你 你要自立 修智慧 再来你要利他 修福德 所以智慧跟福德 两种变修 就像那个鸟一样 两个翅膀 福德跟智慧 智慧两个并修啊 然后最后就是 慧两个自尊 就是成活 所以撒基地名叫做 求职 要求能涅槃的果 求成活的果 又叫做情测 精勤的情 策略的设 因为开始学这个撒咪呢 我们有世俗的习气 你刚才出家呢 他有不同的习气 所以我们出家人呢 要接受生团的教育就是这样 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他的习气不一样 因为无量节来 每一个人有鬼所对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八四天中呢 那个不一样的种子 那现在开始来要学圣人之法 所以要求学 这样人家才可以称为 你叫人天师范 所以我们当一个出家人 要做人家的老师 一个宗教师 要有种威力 然后呢 你要方非之恶 什么事情 你有智慧 是非的判断 然后本身有个尺度 那我们自己要做事情 行为上有个威力 所以要诸威仪篇 那么一戒经呢 威仪篇有七十二则 可是呢 廉子大师把他 节路两则是二十四则 所以我们学戒律史题 就是学子词 那威仪呢 就是你的生活当中起幼 叫做词 所以这个律语呢 就十条戒律 移就是二十四则规移 十条戒律是体 然后启用的时候 是二十四则规移 你有戒律又有威仪呢 你内跟外一阻 这样才能够称赠为一个真正的撒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